也许你们没有听过这些台词 又或许你曾经被上述的某部剧某个场面给深深地打动过 很多日剧都有一个共性 它们的剧情设置都十分大胆 单曲总是在意料之外清理之中 并且在复杂的剧情设置之下 表达的感情内核却又总是很真挚 总是能够引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共鸣 大家好 我是沈白 今天我暂且整理了一下 我认为的近30年来最好不是二部一剧 它们都非常优秀 以至于我不知道该如何排名 并且因为设计面比较广 所以难免有遗漏了的好剧 欢迎大家补充 不知道你看过其中的几部呢 权力 财富 欲望 名声 理想 现实 在这部剧中拥有金融 很多网友把它称作亚洲第一电视剧 也有网友说 声明因为医学生 看此剧是无数次泪流不止 心中无味杂陈 而大家所说的这部剧 就是开播已经16年的白色巨塔 时至今日 人就在豆瓣评分高达9.6分 评论区里甚至有人用不朽两个字而称颂它 白色的医学巨塔内 一名是有着精湛医术的外科手术医生 裁前五郎 而另一名 则是抱着有冲高医学理想的内科医生 李建修二 单纯以业务能力而言 自然是为无数有钱 有权人士开刀 做手术的五郎更加出色 李建比起医生 更像是一位学者 可是五郎是一名有野心的医生 除了名声和利益 他更耿望全力 无论是他精湛的手术技术 还是他身边的一切人与资源 都是他借此 向上爬的工具 为了得到教授的职称 他甚至可以和岳父共享一名情妇 可以名正言顺地抱着老婆 说着情妇的事 甚至可以毫不犹豫地对同事下跪 求李建不要说出对他不利的报告 而秉承着崇高医学理想的李建 虽然和五郎曾经是最亲密的同学 可是在唯一正要道路上渐行渐远 甚至爆发了各种头盾 而在我两天时间 一口气把白色巨塔一刷以后 我可以断言 如果只是紧紧单论职场剧 白色巨塔 是我目前看过的所有的职场剧中 最好的一部 没有质疑 苍白的语言和笼杂的剧情赘述 都无法传输出这部电视剧的传神之处 还请你静下心来 慢慢欣赏吧 如果我在喜马拉雅山顶打电话 你会来接我吗 我会去接你 你会带着热吞吞的黑轮给我吃吗 我会把整个摊子都带过去 如果你在东京的街头 遇见了赤名立香 请告诉他 我很爱他 即使已经过去了28年 但无论听多少遍 依然记得这部剧 当初带给我的悸动 被很多人誉为爱情启蒙剧的东京爱情故事 它不仅仅是最浪漫的日剧 最早 教会女生要怎样向男生撒娇的是他 教会男生 要怎么宠女生的也是他 我高中时有位赤名韩剧的女同学 看完东爱以后 她评价 一百部韩剧也比不上一部东爱 也许这样子的评价略有些夸张 但是当年的东爱 不仅成为众多日剧难以逾越的经典 更是刷新了很多人的认知 因为东爱里那个明明什么都懂 却依然那么天真的赤名立香 实在是让人心碎难难 原来不是所有的女主都能和男一号在一起 原来你再优秀 也会输给一个似乎并不如你的对手 全世界都爱立香 除了丸志 赤名立香 你值得更好的爱情 这部2012年在富士电视台首播的律剧 右班评分9.4 因为片名的原因也被观众戏称为 由杰亚人饰演的古美门言见 为人毒舌且刻薄 与平时我们看见的 与社会精英型出场的不苟言笑的律师们不同 他好公民 图利益 爱女人 可以为打赢官司不择手段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偏偏诉讼的获胜率却能达到百分之百 他的搭档是号称八千万直男的老婆 姓远杰一 在里面饰演的 更是一位叫做戴真之子的菜鸟律师 建筑公司盖的商业中心 因为楼层太高 挡住了周围居民的阳光时 古美门就选择了站在 看似不道德的建筑公司这边 因此被自己助手唾弃 毕竟律师应该做正义的事 应该帮助弱小 这是大家都默认的规则 古美门却告诉他 你口中所谓的正义 只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而已 不过是连你每次出现在眼前的可怜人 为了能打赢官司 古美门愿意采取任何非常规手段 在杀人犯案件中 为了扭转局势 动用舆论的压力 歌曲剽窃案中 他会皎洁地撩一手 提前录好音 在这个正义会随立场改变的世界里 赢得最终胜利 才是他一切行为的意义 虽然看着犀利的古美门 总在怼天怼地怼空气 但他实在太能说到人心里去 在读鸡汤还万分盛行的时代 他就把这个真实的世界 赤裸裸地拔开给你看 他的世界里太真实 能冷漠地告诉你 对于喜欢看戏的人们 虚散宠闻最佳的方案 就是制造出更加不堪的一个 会在你对中学时代的人际关系 无法割舍时 倘若你觉得生活滑味 不妨试试遮不生动的你狗孩 在看着每一集的案件时 你就会不自觉地 早出现心里的密码 十有八九 你会爱上这个腹黑 及都市的狗妹 妈妈请再诱拐我一次 明明是一句看起来 似乎带有犯罪意味的调侃 却成了2010年 痛击无数观众心非的台词 而这部只有十一级长途的日剧Mother 除了在那一年 把所有观众的心 都悬吊在了小女主 如甜爱在 近战的演技上 一个宛如天使一般 又无干净的眼睛 甜甜的笑容的女孩 怜男 怜男身高体重 严重发育不良 不仅因为营养不良晕倒 身上根本是被虐待的 瘀伤和伤痕 但即使这样 瘦弱的怜男 还依然活在自己 给自己建造的美好梦境里 即便被家暴 还是相信妈妈是爱自己的 为了维护她 坚定地隐藏自己被虐待的事实 之后 命运浪怜男遇见了林源 并从此有了一个 叫做继美的新名字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 她解开了路边 那个不停发出动静的黑色垃圾袋 发现了里面 还穿着单薄的裙子 差点死去的林源 从那一刻起 林源就决定做林源的母亲 说要带可怜的林源 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在那个飘雪的日子里 他们相约离开了这寒冷的北国 路用迁徙的候鸟们 就寻找一方温暖的净土 虽然这是她第一次做妈妈 但她成功地为连南 创造出了一座温暖的港湾 教连南如何去爱 如何去做真实的自己 但这条流亡之路并不顺利 一边要应付偷偷跟踪 并勒索他们的杂志社记者 还躲避连南生母 圆美地寻找 后来连南有一天 在与生母重逢时 母亲和孩子之间 从来都不是选择 和被选择的关系 只是相遇了而已 也不是所有的妈妈 都配叫做母亲 那时候 全日本的女人 都和一个男人陷入了热恋 这个男人叫做木村拓哉 而把她捧到这个地位的 几部日剧之一 就有悠长假期 悠长假期是由木村拓哉 山口质子等出演的 经典爱情故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里面的木村拓哉 当时简直是颜值巅峰 全明星阵容看成神作 明明是一句最简单不过的台词 但是却不知为何 就那样轻入了观众的心扉之中 就像这句简单的台词一样 这部剧 明明讲的只不过是一个过气女模特 与钢琴家的姐弟练故事 里面还有着最熟悉的三角练剧情 整体剧情更是趋于平淡如水 但是 木村拓哉和山口质子的狗粮 就是撒得你一边一把大口地吃 一边还感觉自己仿佛被治愈了一样 有人说 东看东京爱情故事 下看悠长假期 确实如此 看够了爱恨离别 有时候 也需要温馨暖人的狗粮 来填满内心的美好 悠长假期 它就像是夏日里的一束暖羊 晒在你的心口 让你对爱情又一次 充满了期待和可叛 虽然明明知道 这只是编剧撒给我们的心灵鸡汤 但是这口饱了二十年的鸡汤 就怎么喝也喝不腻 甚至反复鼓舞着 无数观众的精神 而悠长假期中 最精简的一个片段 甚至就连心眼 也在他的喜剧之网中借鉴过 就连BGM Here We Are Again 也是从悠长假期的 这段配乐中改变而来 因为作曲者就是同一人 由此可见 就连周青池 也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了这部日剧的影响 命运让我们放了一个 长长的假期 可以在这期间 不断感受 不断经历 最后找到自己内心里 真正的答案 假期本来很短暂 但这个假期 却似乎那么悠长 你问我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吗 告诉你 那就是钱 这部守财奴是根据 桥山丘治原作同名漫画改编而成 讲述了一个对金钱极度痴狂 甚至心里扭曲的故事 因为对金钱揭露的实在是太过赤裸裸 也被译为钱与罪 主角 而松山建一因为在2005年出演日剧 《一公生的眼泪》而受到关注 在06年电影版《死亡笔记》中 饰演不动声色 又温柔的天才L 彻底走红 而在这部剧里 他饰演的 则是歇斯底里的丧心病狂的复仇者 普俊·风太郎 风太郎从小出生在贫古家庭 和母亲陶子相依为命 全家生计只能靠母亲打联工为师 而父亲普俊建葬 则是个无所事事的酒鬼 每次回家只会张口要钱和发酒疯 造化弄人 温柔善良的母亲染上了疾病 却穷到买药的钱的服务器 偏偏这时建葬 若喝醉了来找陶子要钱 翻墙倒柜都找不到一根屋地后 他气急败坏 进而不出手打人 一向咬紧牙关的风太郎 此刻也因为无法忍受和父亲扭打起来 却被父亲推倒撞伤了眼睛 从此躲眼眶 留下了一道极慎的疤痕 因为贫穷 在学校里被同学们经常嘲笑戏弄 回家后 海鲜布原本要丢掉的死龙头鱼 也成为饭桌上永远吃不腻的美味 疑似偶然的机会 贫穷的风太郎 遇见了三国菜阀的大小姐三国绿 路过的汽车 见了风太郎一身污水 年幼的风太郎被邀请去他的别墅换洗衣物 他想要将绿 请他车的马卡龙带回家给母亲 却被指责这是在偷 于是 小小的风太郎 心里开始种下对于命运不公的部分 明明一样是人 凭什么自己和母亲 要遭受这样的待遇 墨星桃子最终因为买钱买药治病 突发疾病死在了一个血液里 而同时 这也带走了风太郎在这个世界里的 最后一点美好 都是因为钱 要是有钱的话 妈妈就不会死了 那一夜开始 风太郎第一次把手伸向了 倒在居酒屋边的一个最寒的钱包 而后的风太郎 他可以为了捡起水洼中的一枚硬币 也迎面而来 甚至能要他命的卡车和石而骨剑 能为了守住自己辛苦攒下的钱财 甚至去杀害 基于他财产的工友 这就是守财奴 一部看完后 能让你的三观带来一次雪崩般洗礼的清典日剧 钱这一字不仅贯穿整部剧 也仿佛在少世这个现实的时代 每一个人都是守财奴 虽然我们可能已经离青春这个词相去甚远 但不妨碍我们看些别人的轻松岁月 也许里面就有自己当初的影子 如果你曾经未没有遇上好老师苦恼过 那么这个鬼种阴极绝对是你的菜 反定龙史饰演的鬼种阴极 曾经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糟糕的学生 学业差得一塌糊涂 在小不良记录比比皆是 他是飞车长的老大 更是常人眼中的街头混混 但就是这样的鬼种 却有一个特殊的梦想 要成为一个高中老师 由于基础工不够扎实 去了一家叫做五藏野胜临学院的私立中学 闻想着初次见面 给教务处长留个好印象 在听到他对学生的羞辱时 忍不住爆发 接手的问题班级果然不一样 刚来就被学生来了一次仙人跳 作为下马威 学生奈奈子 接着和父母吵架来到鬼种家中 却没有想到已经进入圈套 奈奈子利落地脱下了上衣 门外的同学迅速冲进来 拍下两人抱在一起的一幕 并以此勒索他一大笔钱财 在这种情况下 鬼种更多的不是被欺骗的愤怒 反而更多的是注意到自己学生情绪的反常 并在之后为了改善他冷漠的家庭环境 不惜冒着被辞退的风险 腰砸了那奈子家的墙 面对叛逆的举驰 鬼种能认真地告诉他 学习的最终目的 不单是上一所好学校 更重要的是能够交到好朋友 最后甚至还说出了那句经典的台词 人生没有彩排 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 教师在前 欲人在后 现实中大多数的老师更多的 只是关心你的学习 而像回种这样的 反而显得更可贵 教育的成功 是把你教的人 教成他想成为的样子 而不是把他教育成 你希望他成为的样子 麻辣教师 GTO 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不可以直视 一是太阳 二是人心 这部改编自日本著名作家 东野归吾的同名小说 2006年发行于TBS电视台的日剧 白夜行 不仅捧红当下大热的女星林赖瑶 也成为了当年空洞一时 引起热议的经典日剧 剧中 失手杀害自己父亲的亮丝 与亲手杀害自己母亲 并把罪行推到母亲身上的血碎 两人约定今后的15年内 将用陌生人的方式生活 即使再也不能牵起彼此的手 也一定要走向崭新的人生 因为在日本 凶杀案的追溯期是15年 而15年的人生中 血碎 一步步地从一个寡妇的女儿 成为了社会的精英阶层 甚至即将加入豪门 但是血碎一步步攀拔的过程中 却使亮丝不惜改名换姓 以一个小混混的身份 不停地为他威胁 暴复 拱吓 彼此来扑平血碎前进的道路 而最终 14年前的一位老警察 为了亮丝父亲 与血碎母亲的案子 执着地追踪了两人14年 终于通过一些蛛丝马迹的破绽 找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当年血碎的寡妇母亲 把血碎当成卖春的工具 而买春者 正是血碎同班同学亮丝的父亲 亮丝因为撞见了父亲 买春的现场 看见自己爱慕的同学血碎 惨遭父亲的受刑 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 长达14年 令人难以想象的故事 百度百科上 对于亮丝和血碎的故事 其实有着一个非常唯美 又精确的阐述 那就是一位为爱奉献了一切的少年 和一位以人生作为回应的少女 两个残酷 孤独 纯粹的灵魂 历经14年的蠢案 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 同情我就给我钱 这句台词有瞎耳熟 听到这句话 应该就有人已经知道 我要介绍的是哪部剧了 没错 就是那部最终回 高达37.2% 精硬收视率的超经典日剧 无家可贵的小孩 女主向泽林 因为母亲养子的改嫁 遇上了自己不务正业的肌肤物质 她训酒 爱赌马 唯一的特长可能就是虐待小林 她酒饮饭了时 会逼迫小林 不管你是去偷还是去想 总之给我买酒来 小林偷来的钱 不但要被她挥霍 还要给重病的母亲凑几手术费 贫穷于冷漠的家庭环境 让年幼的小林 变成一个只相信金钱的小学生 也早早地换上了一副 不属于这个年龄的成熟面口 同学们全部指责她偷了钱时 她能够沉着冷静地当即 脱光自己衣服 自诊清白 被警察抓住时 为了博取同情 她又立刻脱下自己的裤子 指责对方性侵犯 从而逃脱 偷东西的罪行 骗导老师是剧中最难得的 会相信小林 给她温暖的老师 但面对好心帮助自己的骗导时 小林会事故地告诉她 爸爸说人 总是背信忘义 老师会吃亏的 但就是这样事故的小林 在自己的妈妈面前 却丝毫没有小入魔的样子 反倒是纯粹至极的小天使 母亲养子短暂出院的那几天 陪着她吃饭 给她夹最爱吃的荷包蛋 帮她洗澡 陪她一起睡觉 这些普通人家母女间 相处的日常 对她来说 却能算是人生中 最幸福的时刻 母亲是这个世界里 能够照进她精神世界里 唯一的影术光 听说人死了 就能投胎转世 只是我这样的人 是要下地狱的吧 但是有机会 我希望下一辈子 还能当妈妈的女儿 妈妈 我爱你 为什么这个小小年纪 却异常事故 骗人熟练到不行的女孩 偏偏勾不起观众的厌恶呢 而片中善良的骗导老师 能否和这个灰暗的世界 抗争到底呢 这些都需要你自己来找到答案 我不想哭 只是很难过 把手放在胸口 能够感觉到心跳的声音 好高兴啊 我还活着 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 但是每次粉雪熟悉的旋律 从耳边缓缓揍起时 我就忍不住想起当初 那个坚强的女中学生 亚野 明明她才是患有绝症 即将面临死亡的患者 但是却因为太过坚强 和励志的乐观精神 打动了她身边的亲朋好友 打动了恋人与同学 打动了那一年 所有为亚野 游下了一公升的眼泪的观众 因为患有脊髓 想到变性症 15岁的亚野 并莫名其妙地 控制不了身体的平衡 比如无法自如地行走 无法畅快地进食 甚至连喝水都是一种奢望 为了不给同学添麻烦 亚野尽量不去上厕所 尽量不喝水 却因此反而得了脱水症 起初亚野总是哭泣 她嘴里总是反复地说着 对不起 可是后来亚野明白了 语气示弱地面对这一切 不如鼓起勇气 走好接下来的每一步路 她不再说对不起 而是开朗地说 谢谢 她不断地在跌倒时 告诉自己没关系 还可以再站起来 用自己的积极 告诉永远信任她的妈妈 病魔也不是那么可怕 但尽管亚野如此努力 她依旧会因为不小心踩滑 而摔在台阶 甚至连累了自己的好友受伤 同学们在她的背后议润纷纷 指责她带来的麻烦 都希望她能转学 但是亚野的改变 并不是白费的 虽然精神上的积极 并没有给亚野带来 实质上病情的好转 可是她面对病魔乐观的态度 让妹妹亚吾身受触动 不仅从学渣变成了学霸 更是劝姐姐再忍耐一下 说自己一定会努力考上冬高 以后要天天搀扶姐姐上学 男友姚斗 也同样在志愿表上 填下了长南大学医学部 虽然她明知自己和亚野 是不可能有将来的 但是姚斗跟亚野表白时 还是说到的 你的话 无论多慢 我都会好好听 如果电话里说不清楚 就像这样跑到你面前听 虽然现在还不是你的依靠 但总想着有一天能够帮助你 无论你走得多慢 都会陪着你 成长到现在 能够坦然地笑着说出自己的苦痛 亚野至少流下了一公斤的眼泪 看着她成长历程的我们又何尝不是 亚野用她揪心的故事 让我们感受到 除去面对灾难时的绝望 更是冰冷世界里的坚强 伴泽直述是季里狗开之后 吉亚人再一次主演的日剧 但是这一次 亚人叔不再是一名律师 而是化身为一位银行家 他没有背景却成功逆袭 通过一己之力 搅乱了职场这个表面上 看似平静的大户 如果你正被职场的糟糕情况逼得身心俱疲 不妨试试这部剧 放松一下 故事发生在正处于泡沫经济时期的日本 男主半折直述 进入东京中央银行 成为了表面光鲜的银行家中的一员 他尽心尽责的工作 需不卷入危机五亿元贷款的诈骗案件 银行分行 因为立功兴切 执意发放了五亿贷款 因此得到了嘉奖 但是不久之后 贷款人携款逃跑 下属的功劳被上司占为己有 上司的过错 却是下属的责任 好友却半则认了 以便争取最轻的处方 行长推出了自己的替罪羊 半则直输 但是男主 怎么可能这么招任有百步 于是他毫不退缩 发誓要夺回五亿贷款 为自己洗脱冤情 在之后的追查过程 才发现原来所谓的贷款 就是蓄谋已久的诈骗 这不仅连累众多小工厂 无辜倒闭 而且还让他深信淋雨 这时的半则 通文地说出这句令人叫好的 还逆流直上 凭借着一己之力 对抗所有的不公 其实 现实里的各行各业 依旧不乏趋炎附势 终于轻易的小人 我们大部分都没有足够好的运气 而不变的是 要和半则直输一样 尽全力奋斗 而最后一部我想介绍的 是于2018年开播的 这个单词我读不来 被自然死亡 此剧一经播出 不仅在日本刮起了一波收视狂潮 在国内也俘获了一大批观众 可能你还没有看过这部剧 但是已经听过了剧里的主题曲 Lemon 因为它好听的旋律 MV在YouTube上 发布不久就达到了4亿多的播放量 受到了来自不同国家 观众们的欢迎 本剧的背景 是日本有将近八成的非自然死亡尸体 没有经过解剖就草草火化 这就导致了许多事实真相 不能为大众所知 大量凶手想要法外 因此 一所非自然死亡原因研究所 就应运而生 简称UDI 这是一所专门通过解剖尸体 来调查死亡真相的机构 剧中女主石原李美 颜值依旧极高 她热爱自己的工作 充满着希望 即便是遇见了再危险的情况 还是会笑着说出 有功夫绝望 还不如去吃点好的睡个觉 成功地 当只愿意治疗生殖的九部 真正地认同法医学 是为死者 为未来而存在的科学 不管什么人 开膛破肚扒了皮 都只是块肉块罢了 这是中堂医生的经典台词之一 她的恋人 被残忍杀害并抛尸在垃圾场 因此 她也一直暗中调查着神秘的经理 在与自己经历相似的 林木杀人报仇时 人人都赶着去慌忙阻止 独自一人 站在慌浪的人流中的中堂 却双手插兜 淡漠着看着空中 安静飘落的雪花 显得与这个世界格外的疏离 毕竟 杀人犯就该做好被杀的觉悟 可是外行人 连插哪里都不知道呢 被称作幸福的蜂蜜蛋糕 却是制作她的员工们的灾难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 长时间不能休息 拼命改回家的父亲 因为太过疲劳 莫然摔倒在地 看到夜空中 开始绽放绚丽的烟花时 即便通到眼中差点饭泪 也还是仰起了幸福的微笑 这位父亲大概是想到了 此时在窗边 等着自己回家的妻子 个儿女 但生命逝去 幸福的蜂蜜蛋糕被打翻 而说是能够 陪伴自己孩子长大的父亲 却再也看不到 自己孩子长大的模样 未婚夫意外去世的马场 虽然还会自己一个人 孤独地抽着烟 但她有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有监狱前哥的三郎 尽管面向凶恶 但依然没有忘记 许多年前消防员父亲 教自己打的小猪结 孤独的老爷爷 打开了老伴的骨灰盒 平凡而又深情地说出了那句 梅袋子 你变小了啊 欢迎回家 以上这十部二部日剧 虽然年代题材各有不同 但都有相似的那一刻 就是无论你被生活如何折磨 还是要美好的 活下去 我想这就是这些优秀日剧 就带给我们的意义吧 我是陈凡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还是长大路 再一波 做事三连吧